2023年11月10日,星期五,鸭鸭的最新视频如约而至。 鸟语花香空气清新的早晨,胖胖搭可爱的鸭鸭手拿大笋笋,竹篓上的苹果掉地上了。 鸭鸭站着观察新玩具,一个挂着的大红球,据说北洞其他大熊猫的同款玩具都坚持不了30秒。 只有鸭鸭的大红球完好无损,鸭鸭真的太乖了,好爱惜玩具。 鸭鸭利索地从竹篓里又拿了一根大笋笋出来,单手耍个小花式,好酷呀。 鸭宝贝靠大红球,嘎嘣脆地吃笋笋,啃苹果,大耳朵支棱着,黑眼睛炯炯有神, 这画面太美了。 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,美乡一家终于在昨晚平安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。 祝福美乡天天小奇迹一切顺利,和鸭鸭一样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。 请点赞,订阅,转发哦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